第33屆金曲獎在2號晚間順利落幕 大家最關心的獎項 最佳華語男歌手獎 最終由中國搖滾教父 催見拿下 不過在頒獎的過程中 卻出現了讓網友感到不滿的插曲 原因是當完同三人 在準備揭曉得獎名單時 達元說了這句話 得獎的事馬上有 獸子為你揭曉 接著就把得獎名單遞給獸子 最後才由小春宣布得獎者 這個舉動第一時間讓網友誤認為 是馬念仙得獎了 紛紛傻眼痛批 真的不好玩 根本是在欺負馬念仙 還說如果是馬得獎就會覺得蠻可愛 但結果不是 看了真的很不爽 眼看罵聲越來越大 被心疼的馬念仙也親自發聲 他發文寫下 剛剛手機收到大淵的訊息 跟我說不好意思 老實說我當下並沒有反應出來 我腦中一直在想是廣仲還是黃瑄 文中也提到典禮結束後 一直有人跟他提到 頑童的玩笑不得體 不過馬念仙最後幽默的說 拜託我是頑童的偶像 大淵的玩笑我買單 大淵的反應也讓粉絲 湧入底下留言真的很有風度 而大淵也在自己的線動 唱糯米團的歌 至今偶像的舉動 也化解了這個意外的插曲